这题是问缺乏哪些维生素或矿物质造成某些疾病的配对 缺点会造成缺点性甲状腺种 而缺钙会造成骨质疏松 所以这两个写法了 所以AC都错 缺铁会造成瓶血 因为血红素含铁 所以B是对的 钠甲过量为什么会高血压 我解释一下 你的血液中 如果钠增加 如果钾增加 是不是等于渗透压增加 变浓了吧 渗透压增加 渗透压增加就会干嘛呢 吸水 一吸水 你的血液的量就会增加 血量增加 血量增加 当然血压就增加了 所以为什么说你多吃盐 盐吃太多会高血压 这是个很简单的物理现象 根本不是生活现象 因为你的渗透压增加 就会吸水 体积变大 压力自然变大 所以猪是对的 钠甲吃过多都会高血压 那C为什么不对呢 缺维生素C 你的血液细胞 就会没办法对抗氧化压力 你就会坏掉 那叫坏血症 不一样 写完了 坏血病 坏血症就是 好 那败义症是什么呢 败义症又叫菌血症 指的是血液被细菌感染了 是被感染 感染 而坏血病是营养不良 因为你缺维生素C 所以两个病的病因不一样 一个是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 营养不良 一个是被细菌感染 而且败血病或叫菌血病 很严重 你通常得菌血病 你人不在外面走路 你躺在医院了 而且是家务病房 然后赶快治疗 可能要打高级这样的抗生素 因为当细菌进入到血液 它可以很快的冲到全身 你全都会被感染 那个很快就会死掉 所以当你得到菌血症 是很严重的事情 你会发高烧 然后全身可能都被感染 也要用高级这样的抗生素 赶快治疗 死一点你就拜拜了 这是很严重的病 以上所以是一不对 差一个字 差很多 菌血或败血是感染 败血病是营养不良 以上是第九题多学